04年1月2号获得了2003年度中量级散打王 刘海龙和水谷泉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这两个上来以后打得比较激烈 这个刘海龙也是比赛经验丰富 他在这个比赛里面他节奏控制的特别好 而且技术也比较全面这个运动员 联系的腿法进攻然后近身 哎呦这个日本这个选手呢抗摔的能力 对那么刚才用一个 刘海龙一个架脑袋呢 让日本的运动员呢他做一个抗摔的还是做得不错的 这个运动员比上一个运动员就说水平要高一些 现在整个场上的情况来看 这个一方的运动员还是比较有实力 但是呢从技术的信念来讲还是要比刘海龙逊色一些 那么刘海龙刚才来了一招这个欲擒先纵 但是呢作为刘海龙不能跟对方进行这种拼打似的 刘海龙还是要采用一个防守反击的战术 刘海龙呢这两年呢这个也是有点发胖了 这个级别也增加了 现在场上的残谈李世英 那么正在给运动员赌秒 李世英呢是北体大的一个副教授 也是我们武术界的一个年轻的博士 这个一方被赌秒的话他就要跌分 对海龙呢他这样年轻功地进入对方 对 刘海龙这样会打倒对方 第二次躲秒对方又起来了 这个呢场上的残判呢看到这种情况呢 认为呢比赛的悬术比较大 就要求残谈长给予停止比赛 那么现在能不能停止比赛呢 要看残谈长的决定 从刚才场上的一阵的情况来看呢 对方已经失去了比赛的能力 问问这个日方的意见 对 继续比赛 刘海龙一下子小碎步就上来了 对 现在看着前半场吹哨了 第一局结束了 这个比赛进行的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啊 对 现在是刘海龙呢 现在刘海龙呢 现在从技术实力上都比对方强得多 你看刚才他用了台前道的一个技术水动作 哦很漂亮 刚才刘海龙那种推法在现在呢 全国比赛当中很难看得到这种推法 很少见 很少见 对 好 就这一切后手打中了对方 这个刘海龙啊 这个几乎把这个能用的技术都用上了 对 这就是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对 这个是中国功夫和日本急针空手道呢 第一次官方的这个较量 对 这个看来这样打下去呢 双方通过这个比赛进行交流啊 互相切磋 对 提高啊 提高是 还是得继续下去 对 就像这个中泰拳击对抗赛一样 对 这个今年9月份呢 在广州将继续进行中国功夫和泰拳的这个比赛 对 对方的运动员啊 从这个 哎呦 这两个运动员都是比较冲的 嗯 那么对方运动员就在这个 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节奏感 和他这个攻击的距离上 掌握的不是太好 嗯 这个刘海龙现在用队法呢 是分散对方的这个注意力 对 刘海龙现在整个控制了整个场上的比赛的节奏 嗯 他想打就打 哎 这又一致前手摆拳击中对方了 后手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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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